我要的是我要開心 我要快樂 所以我現在是要開心比較快樂的 所以我才會走出來看演唱會 我最近在半個多月前 我不希望這是悲觀的 我在半個多月前 我突然間眼睛就看不到 那我就去醫院又檢查 然後還沒檢查之前 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這個就是帕金森正在用化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叫做眼淡 我覺得我想要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如果不吃藥 讓我好好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最近就開始看了 對於未來的一些規劃的想法 譬如說鑽石 善終法 我就一直在努力中 還在理中 但是就是 雖然沒有見到很明顯的成果 但是最起碼就是 進行事法 我沒有放棄 還在進行事法 OK啦 那還要固定回去判診 怕病症 一定是固定的 但是我 我對怕病症有點放棄 啊 我有點放棄 因為我 我覺得 我對判診真的藥太過敏了 它一直都有不良的反應 讓自己會一直承受不了那個藥物的刺激 它有什麼樣的副作用 它的副作用就是 常常會斷片啊 然後 不管 黃薯 然後 暴瘦 然後 吃不下 然後 這些 這些對我來講 我已經不想再去克服了 我覺得 我想要 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如果不吃藥 讓我好好的生活品質 我覺得 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 我最近就開始看了 呃 對於未來的一些規劃的想法 譬如說 鑽石 散鐘 法 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很大的啟發 我就會覺得說 不要勉強自己一定要去 這麼掙扎的 用藥物去克制 自活的這件事情 反倒是應該讓自己吃 不用藥物的話 也是很開心的活 開心 最重要 而不是勉強用藥物去延續生命 這個對我來講 沒有 我要的事情 不要開心 不要快樂 對 所以我現在是 比較開心比較快樂的 然後 所以我才會走出來 看演唱會 然後就出來 嗯 我已經看了好幾場演唱會 就比較想要去更開心 然後感受大家的生活 不然的話我都一直躲在家裡 對 所以我就不出門了 我可以一個月大門都踏不出去 我可以半年吃的東西都一模一樣 每一餐都吃的都一模一樣 一點變化都沒有 但是我現在就不會了 我現在的三餐就很均衡 然後我現在想要讓自己很舒適的生活就好 我順便在半個多月前 我不希望這是悲觀的啦 我希望 我在半個多月前 我忽然間眼睛就看不到 然後這個看不到 然後這個看不到呢 是慢慢的看不到 他等於一剎那之間就是 畫面是開始抖動 不能去焦 然後他們身為 我後來去看了醫生 那我害怕了 我開始看到了你們的臉孔都會一團黑 然後我開始害怕說 我的眼鏡怎麼了 只是我的腦部兩個支架出了問題 那我就去醫院又檢查 然後還沒檢查之前 醫生就告訴我說 你這個就是帕金森症正在用畫 它是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叫做眼戰 它是帕金森症很典型的症狀 我還是那句話 我不希望我活的每個當下 每一段每一秒 都要受到這個耀物的刺 惡化的感受 的那個嘔吐 的那個刺不下 的病煙煙的 然後每天都不安順 我不希望這樣活著 拖延生命沒有力量 我應該讓自己更舒適更快樂的結婚 那如果我現在有吃帕金森廟 我可能今天走不出來 對不對 那我可能 我有可能 沒有吃帕金森廟 我可能壽命會變短 但是最起碼我是快樂的 所以我就 我就覺得這樣子是 對我來講 不是一件壞事啦 我每個人都有 生病的人 我都會鼓勵他們說 勇敢的做選擇 選擇你們覺得你最快樂 最舒適的方式 而不是說必要延長壽命 今天來看Yuki 妳剛剛有跳一下 對啊 我想要學跳舞 所以有想要學 我現在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就是學跳舞 因為從我怕金森廟以來 能夠說的一切都會跌倒 我會忽然間跌倒 但是呢 吃藥了以後 跌倒給我的感覺更嚴重 所以我希望 我在沒有吃藥的當下 能夠趕快學會跳 因為我非常羨慕人家能夠唱跳 最起碼我的腫瘤不用再開刀了 腦瘤不用再開刀了 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就很大的功夫 我就可以跳了 對 因為當時有腦瘤 我真的不敢動 有胖先生我也更不敢動 所以就什麼都不敢動 可是現在既然腦瘤不用開刀了 這是一個天大的消息 以後我就很想學跳舞 對 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